底下有一句漏尽必求 漏是泄漏 烦恼的一名 就是烦恼的别名 烦恼献献 时心留住 流散而不绝 所以叫漏 比喻 我们的瓶子 里面装的水 靠边这些个水杯 里面装的水 这里面有破损的地方 水从这漏下来 它不断地漏 漏尽的意思 就是不漏了 把它补好了 它不会再漏了 下面 给我们说明 盐登六门 六根门头 日夜留住烦恼 水下楼 水下楼 一人尽似 心动了 喜欢它 想战友 想获得 讨厌它 想离开 全是烦恼 全是烦恼 你想得到它 是烦恼 你想离开它 也是烦恼 为什么 根本不存在 你不知道 反所有相 皆是虚 你把这些虚妄 当真 就算烦恼 这个烦恼 现行 与善相应 就是造业 造三善道的业 国博的三善道 如果跟善发生 相反的 那就是三善道 三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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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坏 都是它轮回 都出不了 所以应该怎么样 断屋 拨出断屋的相 修善 拨出修善的相 这就对了 心里头 没有人我 不好办啊 一个念头想善 一个念头想我 是我想忏悔 忏处掉 善想增长 不大家不都 普遍有这个意思吗 这也叫造业 你想我 我造造业 你想善 造善业 总之 叫轮回业 你出不了了 的轮回 然后 你才真正懂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 说是 我早年前进 讲了不少 好几十部 讲到 讲到楞严 发花 花眼 我才真的明白了 明白什么 教下断反倒 太难了 在五十三餐里面 看到了 文书 普学 善才 那是我们的好榜样 文书 普学 我们在四十话语 第三十九卷里面看到 菩萨 法院 求生前途 最初读到这个经文 韩茂之书 再看 善才 动词 这是 文书的 德意门声 入室 弟子 他就是 五十三餐里 展现出 专修 进度 第一个善知识 吉祥云比丘 他修的是 菩萨三美 菩萨叫 佛列三美 苦行啊 一期九十天 九十天不能坐下来 不能躺下去 只可以站住 走动 所以叫 佛列三美 体力不好的人 不能修 年岁大的人 不能修 没有这个体力 九十天不睡觉 一句佛号 不断 站住 念佛 出生不出生 没有关系 绕佛 走动着 也是念佛 就是一句佛号 不断断 九十天 不分 朝夜 那么看最后一餐 第五十三餐 普贤 菩萨 舍大愿望 道规 极路 我们就明白了 三餐 自始至终 就是一句佛号 根海贤老后山 学的是一个法文 那贤功老后山 是没有当中的 五十一餐 善才有 善才为我们表演 夜闷深入 常识寻修 的根本质 铭心 坚心 那五十三餐 成就 圆满的厚的质 那五十三餐是什么 从早到晚 生活 工作 待人 介屋 就是五十三餐 那你六根都接触到了 六成间接 统统接触到 天天接触 练什么 不分别 不知足 不弃心 不动念 就念这个 界定会 全在其中 真正成就了 不弃心 不动念 恭喜你 你成佛了 你法身菩萨 最低 单级 愿人骄傲 促逐 你念佛 求身 剑土 决定是 身 是宝庄 圆土 无量寿经 讲 上辈 上身 这是 当中 五十一个 善知识 要知道 阿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阿 你 陀佛 好